美國密西根州底特律師市長麥克·達根在褒獎信中說 法輪大法是世界上最受歡迎的一種修煉方法 法輪大法 又稱法輪功 是一種能改善身心的氣功修煉方法 有著悠久的歷史 鑒於法輪大法修煉者在遭受中共殘酷迫害的情況下 依然堅持信仰 勇敢守護真善忍的原則 法輪大法學員在生活中的點滴感動了底特律居民 因此 我麥克·達根作為底特律師市長 在此宣布2022年5月13日為底特律法輪大法日 並認可和表彰法輪大法學員的重大貢獻 以及他們在面對迫害時的兼任 新唐人電視台底特律記者站報導 在此宣布2022年5月13日為底特律法輪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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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法輪